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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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是全台湾南回县当中最偏远的学校 那我们希望未来把能源机优这样子的成果 推广到更多的学校 从风力发电机到节约能源 到我们所有的屋顶隔热 以及我们的能源教育设施 只要小学校做得到 那未来有更多的学校 一样可以把节约能源做得更好 地湖国小达造了完善的能源教育的环境设施 更规划了丰富有趣的能源教育的课程 希望培养小朋友们认识能源 珍惜能源 进一步能够创造能源 从德国小推展能源教育 主要是以培养学生成为未来良善的世界公民为目标 并且期望透过课程的设计 来建立学生正确的能源观念 南亚国小依永续校园爱地球的理念 结合地方特色规划多元的 节能学习环境 融合一文创作 让学生可以了解节能的意义 进而实践节能生活 长安国小推动环境教育为学校本位课程 我用八个字来形容资深跟同学的反应 就是共同愿景 习心协力 环境教育让孩子学习到了 节约能源 善待能源 以及去善待环境的一种信心跟能力 吉倍耍国小把绿树绿地当作最好的太阳能板 不仅在课程中融入各领域教学 并把节能的理念与做法推广到各级学校 圣经国小秉持着环境永续 文化保存的发展目标 努力地经营低碳校园 希望能够透过能源教育来带领小朋友 去学习如何从生活中做到节能减碳 资本国小充分结合在地特色及教师专场 让孩子们从做中学与合作学习 也让孩子们了解到能源的珍贵 以及节约能源的必要性 苏澳国中这几年来担任我们宜兰县的能源科技 推动中心学校 我们将设计好的教学模组 以乡镇的模式推广到我们宜兰县的12个乡镇 那我们期待说将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能够推广到全线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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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